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李宗盛定 保障当地民众的安全 我们三角落就是 如果落后就是水在走 如果没有落后就是人在走 没办法 之前我有跟县长报告过 就是说三角路是不是以后 是不是再重新再规划 因为未来淹水的问题 刚好这个有沉茶池是一个好处 它一沉一沉的下来 我们的这个水流下来 茶池都沉了 沉到到这里的时候 变成只有清掉水 现在水下去的话 我为什么还要说 要希望县长来支持我们农地重化 农地重化 我们这里农地重化一出去 水都会分流 分流的话 就会把这个水都吸湿掉 透过智洪池 透过这个沉沙池 那下来的水 就比较不会去影响到民众 太多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我们会及早来处理 另外镇长他建议的 后续的农地重化 只要我们公所这个 同意书能够拿得出来 我们会尽数来处理 他们的农地重化 这部分我们县政府 绝对是全力支持 这部分我们县政府 绝对是全力支持 同时也向行政医 農委会增出1,400万块 帝放在港町 改善电动店参加路 嘟到水到的饮水的问题 靠谱 红红到白水没有油炉 减少水盘对 基民的生命资算 所造成的威胁 提升基民的生活品质 共产品的企社中 电动彩虹报道 关怀电台台义配音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